明報社評 政府新冠疫苗接種計劃啟動 網上預約首天有7萬人登記 本週五起兩星期的預約名額火速爆滿 初步反應算是良好 然而當局的安排卻不理想 要不少有意登記的人滿肚子氣 網上預約系統嚴重擠塞 一度無法登入 用家苦苦等候過多小時方能登入 反映當局低估了公眾反應及網絡流量 預約流程設計複雜 登記者要細月大量條款回答多條問題 花近半小時才能完成登記程序 當中是否有精簡空間同樣需要檢視 疫苗接種計劃要成功 政府必須理順流程安排 確保猶豫如可以每天為數以萬計市民接種 善論預約首天的情況 難免令人擔心 蘋果頭條 港府施支兩億元興建的龍美人工泳灘預計今年啟用 蘋果 收到投訴 泳灘的小食停截標後三個月 康民處發信與大美督原居民代表王志華 請他重新投標金額 反查資料 王志華2013年曾出席集會 支持龍美人工泳灘工程 中科監察潘卓雄強調 截標後不能再修改投標金額 質疑處方是否優待個別投標者 康民處解釋 信件要求該投標者澄清已提交的資料 並非要求對方更新許可證月費 東方政論 自1997年香港回歸以後 特區就聯足23年 2019年更陷於暴力瘋狂 動搖一國兩制 中央忍不住出手 之後一連串釋法修例 再不是像港府以往頭痛 依頭治標不治本 而是從問題根源出發 目標就是撥亂反正 堵塞制度漏洞 可能來得有點遲 但力度上卻一點不含糊 定國安法 整頓立會 昨日再針對勝處理區議會之亂 由上至下的掃蕩 反映正本清源的決心 星島社論 相隔一年 匯豐控股 005 中灰復派息 作宣布派發去年度股息15尾先 加上去年列賬基準稅前盈利盛預期 按年等跌3乘4至87.77億美元 約684.61億港元 刺激香港股價 午後一度抽升 升6.5%至49.5元 市值曾重上過萬億元 為收市近乎打回原形 僅升0.4% 佈46.7元 匯控倫敦股價更弱 最低見417.5便市 折算港幣45.5元 較本港收市低2.5% 另外,美股延續近期跌勢 科技股跌勢急勁 納指組段大跌420點 報13112點 跌幅達3.1% 道指則跌147點 報31374點 跌幅0.4% 經濟社評 港府昨天開始接受五個優先群組網上預約疫苗接種 儘管有偏激網民及不同形式的抹黑疫苗 網絡系統初期運作不暢順 但無了市民登記的熱忱 全民接種計劃開局理想 當局應把握者過勢頭 借鑑外國經驗 設法調配資源優化接種流程 將各環節做好 令更多人盡快接種 讓社會和經濟早日復償 網上登記系統昨天凌晨開始接受預約 但系統卻不升負荷一道死機 之後出現大塞車 但市民營內心等候 登記人數落益不絕 截至下午4時 已有7萬人成功預約 23個接種中心未來兩星期的名額爆滿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